我在医院最主要的就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读了200多本书 一年每两天读一本书差不多 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 在医院当时我们连电视都不难看 没电视 除了到医院自己三个月 没想到就是这一年的时间 追上了我大学同学的知识结果 但我还做了第二件事情 我当时都说会读圆板住住 一看生词那么多 我说我为什么不先把生词都会一点 背完生词再读圆板住住 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我应该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每天背五十到一百个单词 完了礼拜一背到礼拜五 背差不多四五百个单词 完了礼拜到礼拜天 完了把四五百个单词反复的复习 完了就这样背 背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总共有1500个单词左右了 完了我最后一个礼拜 背任何信单词 把前面的1500个单词拿出来再重复背 结果总结了一大堆的 背单词的各种各样的技巧方法和逻辑 大家现在看到市场上 我们的词维数是最多的 全是我当时在医院里做不出来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 偷福的词维数 经验词维数 经验词维数 高考词维数 什么大学四六级词维数 什么考验词维数 都是我缘的 完了到今天为止 光这些词维数 每年给我带来的百年税 税后已经就 像国家都交完了税了 还能达到150万到200万人民币 就是靠这些书 我都什么工作都不用做 我一年就能净收了150万到200万人民币 我就可以全世界去玩 还不掉这么多钱的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么一件事情 很不靠谱 但是更加重要的还在后面 不光是给我带来的这个东西 后来我进了大 回到北大以后 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已经成了 我们办词维量最大的人形 因为我在原来一年 差不多为100个单词 加上我原来有五六千个单词 你只有100五六千个单词 然后我们在大词维量 这个词维量太大 所以就变成了文版的佛纪 我们宿舍的同学 去都远来的时候 基本上不查自己 就是划算 完了晚上我没有了 所以非常划算 但是给我变成了中文 但是更大的好处还好免 后来中国有一门考试 叫建安研的考试 美国研究生活学考试 在中国看 完了中间的这个一个三十 就是思维 要求学生 掌握两万以上的思维量 才有这门考试 结果北大所有的老师都不敢去教 为什么一谈 他全是生词 这个太不划算了 查生词 查了那么八个小时 最后去教 一个小时 他不教完了 怎么 都觉得不合算教 我没人开始教 我一看 自己都没生死 那不是就老天 为我准备了这个课程吗 对不对 所以我变成了中国极安 以词汇教学第一人 也就是从这个开始 都应 都应 感谢观看